疫情严峻 台北市各场馆场域 从5月14日起 防疫工作再升级 像是北投的温泉 东吴之家等室内的场馆 以及各新创基地都暂时关闭 另外夜市超市和百货公司 都要设置酒精消毒 启动人流管制 并且要求单一空间不能超过100人 而市府也呼吁民众要配合相关的措施 共度防疫的难关 长着端着食物共餐 饭前还跟着老师一起做体势能运动 但随着疫情逐渐升温 每天都有两位数以上的确诊病例 因此台北市从5月14日起 这些活动暂时停止 全面提升防疫措施 防疫的基本态度都是一样 当然第一个是还是要要求大家来 佩戴口罩 然后喷洒酒精来随时消毒 另外要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 基本上我们现在是维持一样 台北市各场馆 场域 包括北投全员温泉泡脚池 动物之家 关渡自然公园室内场馆 南港茶叶制造厂 以及产业局所属的新创基地 全都依照中央指示暂时关闭 因为现在我们对于夜市商圈 并没有说不让你进去 还是要求佩戴口罩 然后维持必要的社交距离 那么万一有用饮食的话 都会要求防疫隔板的设置 所以当然多少会有影响 但是仍然还是维持它的正常运作 此外台北市各个市场 超市 夜市 百货公司和卖场 除了要设置酒精消毒机台之外 也启动人流管制 停办室外500人以上的活动 并要求单一室内空间人数 不得超过100人 后续将是疫情状况滚动式修正 市府呼吁民众一定要戴好口罩 勤洗手 喷酒精 做好自我保护 共度疫情困境 记者从的话 产品报道 为了鼓励民众达成大众运输 台北市交通局和三家共享机车业者合作 推出1280订期票加架购的方案 使用期限30天 费率大约是6折 WIMO还有IRAN两家业者是先推动 而GoShare因为系统整合 预计要6月底才能开卖 此外 台北市民还能加码 每月一次200元的补助 限量是5万个名额 使用1280月票 民众在双北就能享受公车 捷运 吃到饱 和U-bike前30分钟免费 而从即日起 包括WIMO IRAN GoShare等三家共享机车 也见识加入优惠行列 跟共享机车的是透过一个市府补助 然后共享机车业者帮民众负担部分的 那个费用 然后以及民众自负的概念去推出这样子的优惠方案 那民众可以选购像WIMO跟IRAN 这两家业者是今天就开始试卖的 首先要下载悠游富APP 在B乘车功能中购买1280月票 或用悠游富绑定实体悠游卡 再到首页1280加价购中 购买适合的优惠方案 最后系统会导入业者的APP 就能享受30天超值启程优惠 悠游富是把1280跟共享郁军平台 串起来的这个APP 同时如果你想要加价购 也需要付款 你就要透过悠游富来付款 最后如果你有优惠 得到下一个月能得到台北市的优惠 你也需要有个钱包来收这个优惠 此外交通局还提供限额5万人次的加码补助 只要涉及台北市 定期票启用期间没有退费记录 就能享有每个月200元补助 种种优惠就是为了推广绿运输 减少使用私人运具带来的污染 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报道 国内疫情升温 药局大卖场出现 民众抢购口罩酒精等防疫用品 而消息会针对市售抗菌湿精进行来抽验 在17件的产品中 有一件商品标示不完全 6件是防腐剂超标 另外只有5件酒精含量 达到70%以上 无法具有消毒杀菌的功能 建议政府应该要定出检验的标准 确保民众的使用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口罩酒精等防疫用品 再度出现抢购槽 消息会针对市售抗菌湿精进行抽验 结果在17件样品中 共有6件含有本阳乙醇 和氯化本锁宁防腐剂超标 这17件里面 有一件是没有标示的很清楚的 是违反商品标示法的 另外有6件标榜抗菌 那一般商品并非不能够标榜抗菌 但是必须要提供相端的检测 来证明说确实需要抗菌 抗菌湿精直接使用于皮肤 过多化学物质残留 恐怕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另外市面上多款湿精 标榜具有抗菌功能 却没有相关抗菌检验证明 酒精浓度也只有5件 达到70%以上 无法完全消毒杀菌 不要太高 因为到85%以上 反而它的效果会下降 因为在比较高浓度的这个酒精 它的这个酒精会发的比较快 那它就没办法进入到 这个病毒的内部 所以它要在一个适当的浓度范围之内 专家表示酒精浓度70%到78% 具有99%的杀菌功效 过低或太高都不适合 但市售抗菌湿精 很多没有标示酒精含量 消极会建议政府 应该订定相关检验标准 保障消费者权益 记者邱盛明台北报道 怀孕分泌乳汁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过了生育年龄 却有这个症状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可能是脑下垂体异常 所引发的蜜乳激素肿瘤 虽然属于良性 但是若不及时治疗 也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也提醒女性朋友要多加注意 乳汁滴滴答答分泌 既不病又难受 而且让这位57岁女性 疑惑又困扰的 还有最近逐渐出现了头痛 跟视力模糊症状 由于严重影响到生活 只好就医求助 蜜乳激素肿瘤 大于一公分以上的话 医学上就称为 聚蜜乳激素肿瘤 那它会压迫到视觉神经 还有造成这个阻塞性脑水肿 所以这时候病人就会有 一堂蜜乳之外 会有头痛 眼球脏痛 视力模糊的现象 那如果不进一步处理的话 往往会有生命危险 过于大脑底部中心 直径不到一公分的脑下垂体 是人体最重要的内分泌中枢 医师提醒脑下垂体肿瘤 约占所有脑瘤的10%到15% 虽然不会转移 却会影响其他组织 男性也有 那如果在男性的话 它也会造成这个乳房的肿大 但是异常蜜乳的现象比较少 那主要是会造成一些性功能的障碍 那女性当然也是一样 她会有一些这个性功能障碍 所以造成她没办法怀孕 学家说明 蜜乳激素肿瘤会造成男女异常蜜乳 以及不孕现象 特别是女性 如果在不是孕产期 却有异常秘乳症状 就要就医检查 以免病情更恶化 记者顾参永台北采访报导 每年3到7月是凤梨的盛产期 农粮署为了行销台湾的凤梨 请来主厨示范美味的料理 还教消费者如何挑选凤梨 而台湾的金钻凤梨 因为肉细味美 口感香甜 在国际市场打响知名度 从今年3月到现在 光是日本和香港的进口 就占了近8成 数量直逼2万公吨 南部水果都会加点酱油膏 新鲜凤梨和海鲜 简单调味 酸甜滋味 夏天来吃最对味 非常搭配 一直以后我就觉得 整个口香充满的香气 同时有一种 欲罢不能 让农娘署长胡忠一 欲罢不能的美味料理 不光是主厨的好手艺 关键来自台湾金钻凤梨 因为肉质细致 多汁香甜 就连果腥都可以吃 至于该怎么挑凤梨 专家建议果腥短圆 大小1到1.6公斤 最适合 罐崖的部分要清脆 代表说它比较新鲜 那再来就是我们看 果实上面一颗一颗的 叫做果木 果实的眼睛 果木 果木的话要比较开 比较大 它的熟度会比较好 不会挑凤梨没关系 只要认名有产销履历标志 就是品质保证 台湾凤梨整年都可以采收 盛产期从3到7月 不只国人喜爱 就连美国和日本官员 也成功开力挺 从今年3月到现在 外销订单更直逼2万公吨 我们凤梨的输出量 已经达到18951公吨 其中输出日本是10326公吨 占54.5 那另外香港已经出口了 4450公吨 占百分之23.3 国际订单随着凤梨盛产 陆续出货 市场上供不应求 尽管中国禁运台湾凤梨 果农因为坚守品质 让台湾凤梨享誉国际 开拓外销新蓝海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新闻的最后 请看生活看板 关心近期重大活动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